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哎 他飞走了 动作了就换 咱们先去换另外一个风云石 这边走 我本来以为左上有这个 有这个宝箱啊 其实没有 这里啊 尽量先不打他 没换到的 对 咱们先换过去 否则一身的debuff 很难打上这个大怪 就是这个 混责之礼 我们把它返还掉 替换先替换啊 可以 把这个替换了 看 双缓减半的这个 这个我买了 然后换在这个把它返还 行了 这样敌方就是一堆debuff 看 这样在这层咱们可以比较舒服的打 慢慢走 慢慢走 我的天 看人家这防御啊 这是一堆debuff的状态 打了93下 我起码两次 太扛了 这里我把大姐换上来 压力换上来 压力其实现在不是很强 他没拿到他那把非常好用的枪 你把枪呢 在第四层才能拿到 提前呢 我就把它换上 让他练一练机 后边还要换那谁呢 我一拳完事了 注意来个小空 这样应该是瘦了 压力的大招也是这个 你不能打 但是呢 细节上和 希尔米莉亚不太一样 还有先把自己的那个枪收起来 打了一堆封印师 封印师对咱们来说 现在其实挺宝贵的 然后啊 然后咱咱们拿一拿其他部位的这个包厢吧 看一下 前面的那个如果想拿呢 需要 回去再换一会 这其实是我的锅啊 我如果不贪的话 少拿一个加弓的封印师 就可以一次性解决问题了 这两货把他俩解决了 然后需要踩着他俩 要把他俩挪起来 然后建设 建阵 这里用弓手各种秒 但是弓手到了第四层呢 就不这样好用了 因为很多大型的怪啊 你去秒不掉他 不吃你这套 拉开点距离 这是不吃秒杀的 再秒这个 行了队长干掉 好两只解决了啊 好两只解决了啊 这样把他俩挪起来 慢慢来别急啊 你别急 这里也 成了 其实其实咱们还要带一个上 转空人啊 这也是一个攻击 是一个攻击 哎这罗的太正了啊 这个 这罗的太正了 这是我的果 看一下啊 啊 差一点差一点 到这边呢啊 这里就是费点技能看就好 哎 没打着 速度慢了 速度慢了 这里我要再一个上去 就想着很那个 来吧 这里还还是 还是这样吧 好 好 哎呀掉下来 不好操作啊 差一点 好 这回上来了 给它往外推一推 好 就为了一个破头盔啊 但是没办法 是宝箱咱们就要拿啊 这个怪我没打过呢 我看是什么东西 那种雷的 什么 风雷的维羽那个鸟是吧 我这个还不是队长 这个是 这是下四层的 这场人就开始有非常大的怪 上边我去过了 上边我去过了 直接往左走 这边先把这两个怪清了 哇 雷扎德和僵尸版的 这边没亮 一下就秒掉了 哇 他这个攻击 不友好了 不友好了 那怎么办 只能这样 只能卖一个了 你这个攻击范围 你走进去肯定要穿起来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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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可以可以 我就看出来可以 打出个帽子 好 好 好 等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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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这类的什么剧情啊 王虎秘法那儿 第四章结尾那里 这 手里拿个 火腿 手里拿个火腿 不死亡 这什么鬼不死亡 哎呀揍他们我看不下去了 拜拜 三只 是全亚烈啊 帽子还能打下来呢 哎 没用上决定剂就挂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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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尔明利亚康达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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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好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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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打下来啊 没打下来算 恶搞的剧情 还有后续啊 还有后续 还有后续啊 跳过 跳过 可以了 好 那好 那咱们呢 回去取另外一个福音石 比较必要的 先打完这吧 上面有两个宝箱要拿呀 然后这两个宝箱咱们就去取 因为左边呢 就是暴徒所在地了吧 双重毁灭 这个难道是普通公鸡 双重毁灭 贵重品 看看是不是 是的 清剑式的技能 把这儿瞄一下啊 看看能不能 好啊 瞄准了 看看地图啊 左边就是boss所在地 去炒宴吧 确认一下 是 是在森林里这段啊 哎 那这里没有压力啊 哈哈哈哈哈哈 目标完全一起 所以你们在看什么啊 不愧为四宝之一 还有奥丁呢 这三个家伙这是欠揍啊 正在欠揍 我看看他们有没有队长啊 他们是没有队长的 你全要打倒 天啊 一定要打最后 看能不能打出东西 这是奥丁吧 这是全奥丁 这是奥丁吧 这是全奥丁 别麻辟 别麻辟 哎 麻辟了又解吧 好 行了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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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这是雅溜哲 哎 怎么这么费AP啊 刚才是因为连续两次那个 小李小贵贵哦 他在怼什么的 应该先拿奥丁 奥丁攻击范围副 而且有这个麻痹的 麻痹的 麻痹的两个人 有麻痹的效果在这跟着 雅丽怎么会 会火啊 哎 你们够了啊 你让我动动动地方 行 先把这个打 芯片什么呀 这是 哦 那他没了 那他没了 这个惨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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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地的封印尸 一地的封印尸 爆了什么 爆了一堆魔金石 行啊 现在真是比较缺这东西 都看怕去 都看怕去 飘过 这几只太猥瑟了 好的 啊 现在就直奔 啊 解密屋了 解密屋了 解密屋这里呢 取福音石的 这个过程给大家略过了啊 好的 取完了福音石呢 咱们就可以进这个解密屋了 挺有没有 挺有好操作啊 挺挺挺挺挺 这个拿了 我看看我在这能不能打到他 左边那个封印石呢实际上就是 嗯 实际上就是降低三分四分之一攻击力的 然后这个这个咱们尽量打了啊 一会先把他带过去带过去再打 把他带过去再打 这个真的是这个货爆处理啊 非常难 非常难 一会看操作啊 大家就知道有多难 所以先要把他干掉 让他听话一点 就推到这吧 这可能是整个游戏需要跳到最高的地方 而且呢 只给你一个这种飞行系的 感觉非常的难搞 看看他给了 三十四个封印石 还行 哎 这里争取一体德啊 哎呀 差一点 没上去 可惜 再来吧 这很难一次尝 我觉得 很难啊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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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非常高啊 房非常高 好 改善了一下咱们的房子 这样其实可以去打boss 这是打谁啊 僵尸版的希尔梅利亚 哎对咱们打了一个怪 让希尔梅俩改变了一下冰冰方式 和这个太难了 不放过拿封印石的机会 走吧 看看地图啊 一直向左一直向左这件事 这个boss是谁来的 boss 这好像可以拿弗雷了 但是说实话我的飞行石还差一个 这个光色反射是为了拿这个 宝箱拿 男的回去换了 就这样打了 是这吧 啊 是这没错 啊 就把它消灭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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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武器啊,也需要换一下 防了 怎么转过来了 打敌人的时候看来时间还是有点流逝 无法司的装备换一下 换这个功高的,我给大家补个血 看看是打谁啊 我看见雷纳斯了,雷扎德 后来迷宫架空剧情啊,我们打倒了就能收他了 看起来很嚣张啊 哎 上来就打我啊 这不合规矩吧 真抗打 他现在应该是有啊 有灰燕石的debuff了 看来要三回合才能打死他 其实三回合打死他正常啊,他是出手了 怎么 一出赏他就先先手了一次 一万血对人来说一点点 打了45%的血,这样真是需要三回合 他还需要出手两次 没到飞到呢 一万血对他来说半个字母能不能抢 不死 还行嘛 咱们等于偷了一次啊 第二次他没出手 就差不多 他还需要再出手一次 啊 这里其实比奥迪那儿压力小一点 这不就是个传送吗 哎 太虎了 竟然就用了个传送 带走 神枪啊 这把神枪啊 压力小 这回压力很 最好他在学会融合 200多啊你 多呀 多呀 放下 雷扎德加入 啊 不给弗雷啊 要个破雷扎德怎么说呢 这个雷扎德其实可以考虑换卢法斯了 因为卢法斯 嗯 就是秒人这下啊 到第4层不太好用 然后咱们这把神枪可以给他装上 非常高 神枪最可贵的地方是他有172的法力攻击 平时呢他是不起作用的 但是如果你装一个融合特技的话 他是有攻击加成的 所以说这样的话眼力就非常好用了 那好吧 本期时间也差不多 先给大家录制到这儿啊 咱们下一期呢 再开始第4层 好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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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